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稍微变化一下 我先抓一颗球进来 我们做游戏也常会有踢球的动作 好,那么假设现在有一颗球 那我一样视讯 这个已经开了,这是不理他的 好,刚刚那个程式,这是刚刚的程式 我复制一份到球身上 好,那这个球呢 现在这个程式我稍微做修改 我们如果希望它是一颗能够被踢的球 能够被踢的球 那所以我要侦测就是说 我视讯的地方如果碰到这个球的时候 那时候的方向 我就让它照那个方向往前移动一段距离 它就可以被踢 那所以呢 我这个程式就变成这样子 当它 这个是侦测它的那个方向 可是我现在是要碰到这个球的时候 才去看它的方向 所以它面向它的方向移动 那移动的时候 因为球要往前跑 往前跑 所以我可能跑个100的话 那我用一次移动5的话 我让它执行20次 重复20次 这样才会有那个移动的感觉 不然你一次移动100 它就直接跳过去直接移动 这样各位了解意思 好 那在做这个 这个就是侦测它的 它的碰到那个角色的时候 它的角 它的方向角度 然后我就直接 照那个方向移动100步 是这样子 好 那你现在看一下 好 可是它现在会乱跑 乱跑是因为 这画面还是会有少许的变动量 好 那video的方向 所以你在做这个移动之前 最好再做一个事情 就是先确定有东西碰到它 好 因为视讯 现在这个是小毛病 不要理它 现在视讯要碰到它 你就是那个变动的数字 有没有 动作在这个角色上 如果数字够大 才代表有东西碰到它 好 这样各位了解意思吗 好 好 那怎么样叫够大 你就要有个比较 好 有个比较 所以我们在运算这边 这里有大于小于 我把它丢进来 好 如果这个数字大于90好了 90的变动量很大 对不对 好 如果这件事情成真 我才去做移动的动作 好 所以我在控制这里呢 就拿一个如果 把它塞进去 条件塞进去 好 所以如果有东西碰到这个角色 变动量大于90 那表示真的有东西在踢我 那有在踢我的时候 我才去侦测它碰我的方向 好 它叫我去的方向 然后去移动100步 好 我现在把它放进来 好 好 一开始 你看它都不会动了 对不对 因为视讯没有碰到它 没有碰到它 那我现在 我手进去了 可是我还没碰到它 所以没有大于90 所以它完全不理我 等我碰到它的那一刹那 好 然后它就会去侦测我 我手是往哪个方向 它就会朝那个方向去移动100步 你看 好 对这个就是踢球的动作 好 这个就是踢球的动作 好 来各位可以试一下 好 好 好 那个程式我也已经存上去了 所以如果你要抓可以直接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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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普老師他們做的案子 他們南區 這個禮拜六順便廣告一下 這一個禮拜六在西里國小 有一場那個機器人的 就是櫃曲結合那個羅馬埃特機器人的控制的演習 不過已經額滿了 現在講好像有點太晚 但是很好玩 應該會很好玩 那他們就會做這個demo 好 通理器會打在地板上 然後大家直接在地板上踢球 應該會很好 好 那如果你覺得他不太靈敏 那個數字可能就要調一下 那個大於小於的數字就調一下 他就會比較靈敏 注意你程式寫在球身上的球才會造作 寫在小貓身上是小貓會動 然後看一下你寫在球身上 然後如果兩支程式同時存在 你要考慮到會不會互相干擾 所以如果你那個剛剛用視訊控制 他移動的跟踢球兩個層次在一起 放在同一個角色身上 他就會錯亂喔 一下子你在視訊上面有動 他本來要跟著動 可是你另外一支層次又叫他不要動 然後又叫他說碰到的時候才要動 那這樣他就會錯亂 你就會不知道說他在執行哪一邊 你現在要碰到這個角色才會有 所以你的視訊他就碰到他 對 他就碰到他 不是 我不是碰到這裡 你這不是觸控螢幕 視訊是你的畫面 你的畫面要去碰到他 他移動三度可能有一點 我們讓他很動多一步 有說一次十度 然後呢 他要考十歲 好,這樣就會讓他動勢的效果 而且你會跟著他講 這采訊 你正是確定有通到他之後 才去看它自然的話 這樣做一下 所以 因為 你的網路攝影機的那個 顏色 可能比較負面 所以它偵測的那個 它裡面再加一個 皮到皮 它就很適合 或是碰到牆壁舊板 你這個 你這個控制 有什麼東西 現在都一直大了 但是 不然 還要大一個 你的網路攝影機的那個 这个侦测画面的清晰度会跟你碰那个刚刚我讲那个大于90 那个每个人不一定会一样哦 如果你90很顿不灵敏你把它往下降 然后有时候是那个网路摄影机的解析度 它销距没有调好所以整个画面糊糊的 那个调一下你的网路摄影机的销距就好了 因为我没有说到什么不好的东西 前面先侦测它的变动量表示 什么东西做到它 然后我做到它之后 我还是有看到它走哪个方向 这样子 然后你一开始最好让它再准备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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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网路摄影机如果越清楚 它那个画面变动量会越大 如果你的摄影机糊糊的 要么你就把焦距调一下 要么就把那个数字往下降 那个大于90 那个数字往下降 会提高它的零零度 感谢观看